人到中年,别掉进这四个陷阱,否则晚景凄凉。掉进一个,都会毁了你的生活。人到中年,往往处在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上,此时经历过一些风风雨雨,心智更加成熟,态度更加成熟,更加坚强,身处中年,无论是做人做事,我们都不能再用年轻时的这骨子傻劲了。 换种思维方式做事,你的生活才不至于鸡飞狗跳,一地鸡毛,人到中年,如果你依然过不好日子,那不妨看看是不是掉进了这四个陷阱。大家好,我是一修,点个订阅,带你了解不一样的佛学知识。 一,错把毒蛇当绿针。常言道,话有三说。 巧说为妙,生活中,很多人都崇尚心直口快,他们一味包容自己的刀子嘴,却全然不顾及别人的情绪。 殊不知,为人过于直率,说话过于直爽,最终只会伤人害己。 一般大家都不喜欢毒蛇之人,好好的一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变了味,哪怕你学识再高,也得不到别人的尊重。 而那些陶醉在自我世界中的自我幽默者,永远不知道自己对他人做出了怎样的伤害。 那就像一面墙,一具毒蛇就砸进去一个钉子,即使钉子都能取出来,可坑是修复不了的。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义务承担你的语言攻击,你所谓的率真耿直毒蛇不过是给自己找的一个台阶,然后继续欺骗自己,你都是为了对方好。 富虎容易纵虎难,东窗毒即胜连环,挨栽泼腐尸长舌,使君伤心肝胆寒,自己尽量不说容易伤害人的话,尽量避免和容易伤害自己的人相处。 人到中年时的时候,已经跨入成熟的阶段,思想和语言也更加成熟。 因此,一些人喜欢在自己的言论上进行自我表达,以显示自己精湛的技巧,幽默的才华等等。 不过,这种自我表达却往往通过贬低别人,嘲讽他人,狠话说尽等手法来呈现,这是对于别人的伤害和不尊重。 有些人以为自己说的好话,其实旁人却受到了伤害,在中年时期,人们应该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,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块动不动伤人。 看过这样一句话,大多数时候,标榜自己说话直的人,只是不愿花心思考虑对方的感受而已。 这些直言直语,就如同柔皱了的纸张,即使再努力,也无法复原,比起这些无所顾忌的直话。 委婉含蓄地表达,更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。 语可如寒冰,语可如春风,关键看如何说而已,容易导致别人不痛快的话,何必多说呢? 无论何时何地,都尊重任何人,和正能量的人来往,何能够让你舒心轻松的人来往,去寻找这种环境,努力去创造这种环境,生命很短暂,远离毒蛇人。 自己尽量也不要做毒蛇之人,留口德就是善待自己。 二,错把浅交当知己。 中国有句俗语,叫做,在家靠父母,出门靠朋友,人在家中,父母是我们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人,而出了家门后,山高水远,父母不在身边。 那么这个时候,朋友变成了每个人混社会时最大的仰仗。 当然了,也不是说我们结交的所有朋友都是值得依靠的。 人这一辈子总会有看走眼的时候,而真正值得我们依靠的朋友,那也只可能是和自己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。 人人都有一张嘴,但真正重要的是,懂得什么样的关系下,该说什么样的话,才算得上是成熟。 然而,很多人在还未深入了解对方,就推心致富,殊不知,交浅延伸,乃社交大计。 友谊之间,没有距离这句话,是我们常常听到的。 然而在人到中年时期,却发现这个理念并不完全正确,那时已经进行了很多交际,认识了很多朋友。 在这个过程中,有些朋友或许表面看起来很亲密,但往往只限于表面,有时候只需要他们所想的,而并没有真正的知己。 因此,人在中年时需要学会分辨哪些是浅交,哪些是真正的知己。 不要浪费时间和情感在那些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人上,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一些对自己没有意义的浅交之中。 人心隔肚皮,知人知面难知心,给交情浅的人随意透露信息。 就是把伤害自己的机会交到了别人手里,关系不熟实,千万不要掏心掏肺。 否则最终受伤害的只是自己,交浅不延伸,谨言慎行,才是人际交往的最佳法则。 三,错把健康当资本。 任何时候,都要明白,没有任何工作,值得你以牺牲健康为代价。 朋友的女儿,海归回来进了北京的一家会计事务所工作,由于公司业务量大,朋友的女儿经常晚上十二点多才能下班,回到家就已经凌晨一两点了。 甚至有时候,她还要加班到凌晨三四点,朋友心疼女儿,多次让她换工作,但因为工资收入高,女儿舍不得辞职,还想再坚持坚持。 就这样一段时间后,她觉得身体不得尽了,老是发烧,头痛,头晕,有时候脖子肿到不能说话,后来实在熬不住了,朋友的女儿就去医院做了检查,结果被确诊为假状腺癌,光治疗费就得十几万。 但住院后,小姑娘才后悔自己没早点注重身体。 爱莫生说,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财富,你以为年轻就是熬夜的资本,殊不知疾病早已埋下祸根,早睡早起,保持身体健康,才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好的交代。 在人到中年的过程中,感觉到身体逐渐跟不上,这是毫无疑问的,由于得益于医学技术的进步,让人们从子弹中一枪活下来变成了一枪子弹,就可将人送入黄泉。 也让人们对于健康有了更高的期望值,然而,为了保持健康,绝不应该让人失去信心,更不应该为了健康牺牲自己快乐的生活,当然要提倡健康,但是也要注意身心健康的平衡。 四,错把平台当资本。 网上曾看到这样一个故事,老罗是做销售行业的,前不久,他刚联系到了一个潜在客户。 由于在运营初期,客户对流程不熟悉,沟通起来很是费劲,为了能把这个潜在客户长期留住,老罗不远千里去他厂里进行指导。 而且一住场就是三个多月,在老罗的帮助下,公司业务很快步入正轨,客户对老罗也是赞不绝口。 他说,只要老罗张口,他就在他们当地设立一个办事处,让老罗当负责人,后来在老罗的跟踪服务下,这个客户当年就盈利了三百多万。 然而,当老罗回到公司后,公司给老罗的奖金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。老罗找领导讨说法。 领导说,这是全公司共同努力的成果,不是老罗一人之功,碰了一鼻子灰的老罗,觉得凭着自己的销售经验和人脉,也能打下一片天地。 于是,他赌气辞职了,办完离职手续后,老罗立马打电话给那个客户,他明确表示,自己可以全身心为办事处出力了。 谁知客户接到老罗的电话后,却哼哼唧唧,说此事还要从长计议。 心急如焚的老罗,最后妥协说,自己也可以给办事处投资,与他合伙成立办事处,可客户说他考虑考虑,就再没有下文了,直到此时。 老罗才明白,盲目自信,给自己带来了多大的恶果。 入江之经有句话说,很多人常常拎不清,误把平台的资源当作自己的能耐, 误把平台的成功归功于自己的本事,一个人最大的悲哀,就是错把平台的影响力,当成自己的能力。 然而,令别人崇拜的,从来都不是单独的你,而是你身后的平台背景。 只有合理运用好平台,为自己博得更大的发展空间,才是真正的智者之觉。 有句话说,生命没有那么争分夺秒,觉得乱的时候,就停下来把自己整理清楚。 然后再出发,沉住气,忠于内心,生命才饱满,行至中年,生活处处都是陷阱,与其着急摆脱,不如停下来,好好思考方向,不禁直言陷阱,才能维系好一段友谊,不禁潜交陷阱,才能保护好自己的隐私,不禁熬夜陷阱,才能拥有一个好身体,不禁平台陷阱,才能认清自己的实力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行至中年,生活处处都是坑,与其着急摆脱,不如停下来,把自己整理清楚,管理好自己的言行,身体健康,认清自己的实力,生活,事业都会更熟悉顺利。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